各位同学大家好 limits and the number e 第十一页 我们已经讲完limits的部分了 因为我们之前讲过limits at point limits at infinity 以及去到一些important limits sine x over x 我也讲完了 所以进入到这一课题里面的第二个部分 我们想讲一个所谓叫做 number e 原来人类历史里面 有五个是最重要被称为最重要的数字 而 e 就是其中之一个 其中四个是怎样的呢 大家可以在上网搜索一下 所以这次我们首先一开始 就跟大家讲 e 这个数字是怎样的 然后我们就会讲 e 这个数字做底 e 的 x 次方是怎样的呢 然后用 e 这个数字做底 去计 log 功能又怎样呢 所以 5.5 分成这三个部分 好 第一个部分 关于 e 原来 e 是怎样来的呢 是跟 limit 有关的 就是这个 limit 这次我们是 n 趋向无限大 各位同学 每一次我们到这里都要提醒你 你要留意是趋向什么 不要只是 focus 在样子上 要 focus 在那些未知数 是趋向哪一个数值 0 还是无限大 还是 1 这些要留意的 原来我们现在考虑着一个这样的 limit 1加 1 over n 然后 n 次方 n 出的无限大 我就在一个 question 中问一问你 你认为以下这个推论正不正确呢 1 over n n 出的无限大 就是 1 over 无限大 这个就是无限大次方 然后我们知道 1 over 无限大是 0 就是 1 的无限大次方 1 的无限大次方就是 1 你可以到最后再去看一看 看看是不是正确 好 这里其实刚刚我都想回应之前 其实我们关于无限大次方 是有过这一个这样的讲述的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原来我们的 a 介乎 0 到 1 之间 无限大次方是会出 0 如果 a 是大过 1 即是底数 我们看回这个 就是好像这个这样 2 的 x 次方 如果 x 是出的无限大 其实也是会出的无限大 但现在最尴尬了 因为我们现在 a 是说 1 的无限大次方 那会是怎样呢 当然 1 的任何次方 都是 1 来的 我们这个共识一定有的 但是问题现在这个 其实它不是 1 它是一个很接近 1 的数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其实不是 0 它只是一个很接近 0 的数 所以就另作别论了 你就不能够说 1 的无限大次方 就会是 1 因为你要看下那个情况是怎样的 好 所以一开始大家可以先做一个探究的 就是执起你的计算机 将 n 代不同的数字 看看出来的效果是怎样 你会发现很神奇 如果你把它用 5 个小数点的位置去看的时候 你会发觉到那个数字 又真的慢慢慢慢越来越接近某一个数 去到这里的答案 这个答案你按完计算机 已经是 2.71828 已经是 不差太远了 对上数了 2.71827 所以你看到它其实慢慢慢慢接近2.72的数字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 e 所以我们回答刚才的问题 这个当然不可以这样推论 其实这个出来的答案 它是一个无理数 你不能够用一个有限的小数点去表示 这是无理数 数字大约是 2.71 一几 给它一个名字叫做 e 为什么 因为是欧拉叔叔去发明它出来的 就是埃娜 所以用 e 这个数字去表示 好 除了这个之外 原来 e 还可以有以下三种的表达方法 那我们一起看看 这个第一个 不是和刚才这个很相似 对不对 大家都出现无限大 不过少少不同 就是这里的 n 是指 positive number 而这里的 positive integer 而这里的 y 是指 real number 即使可以是小数推进 都一样 ok 然后下面这个呢 负无限大 都可以 除了刚才我们试正无限大 然后负无限大 都可以 最后一个 这种的样子 都可以 其实你看到整个格式 就是一加一个 好像会吹向0的物体 然后这个吹向无限大 其实整个格式就是这样的东西 你想想 对不对 y 出向无限大 这个其实就是出向0 这个便是无限大 如果这个 y 出向0 这个便是出向0 这个便是出向1 over 0 这个便是出向1 over 0 便是无限大 不过有个先键条件 就是这个0和这个无限大 乘起来会是1 即我们认的pattern 可以看到 这里1 over y 这里是y 乘起来会变成1 这里是x 这里是1 over y sorry 这个是y 一个是1 over y 乘起来都是变成1 在这两个0和无限大 乘起来是变成1的话 这一个这样的格局 便会吹向2 所以在这里 我们简单地介绍了 一个人类历史里面 最重要的5个number之1 2 那我们下一集再讲其他